1992年蒋谈社推出了日本推理漫画的开创之作 金田一 少年实境部 使得蒋谈社在侦探漫画领域拔得头筹 漫画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和强烈兴趣 其中的经典台词 所有谜题都解开了 成为了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语 而面对推理漫画题材巨大的市场潜力 其他的杂志社也想及时跟上推出自己的侦探漫画 但碍于此类漫画往往需要一个极为了解侦探题材 和擅长推理逻辑创作的漫画家 而就在此时的小学馆 一位从小就喜欢侦探小说 且已经发布了多部漫画的成熟漫画家《闪亮登场》 正式发布了画时代的侦探漫画《名侦探柯南》 创造了影响日本乃至全球深远的死神柯南形象 而这位作者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青山刚昌 1986年青山刚昌创作短片漫画《约定》 在少年桑北增刊正式出道 并入选小学馆第十九届新人上 之后他马不停迪地接连创作了长篇作品 《魔术快斗》还有《剑勇传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魔兽快斗》中的角色《怪盗积德》 也在后来的作品《柯南》中出现 并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角色 在此期间青山刚昌的画风也逐渐成熟 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 《剑勇传说》直到1993年结束连载 而此时的日本漫画 已经进入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时代 周刊少年Magazine正在连载的侦探推理漫画 《金田一少年事件部》 成为了当时名贯一时的大热作品 掀起了一股推理漫画的小高潮 小学馆也想顺势推出自己的侦探漫画作品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漫画家来创作 正在此时 刚刚结束连载的青山刚昌主动提出 想挑战一下这个题材 而说起青山刚昌和侦探漫画的渊源 除了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看 以福尔摩斯为主的侦探小说外 家庭的影响也是不得不提的主要因素 青山刚昌的哥哥是任职于发电所的技术人员 而弟弟则是一名外科医生 这就为名侦探柯南的诞生 打下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1994年 青山刚昌正式在小学馆《少年桑类》 连载长篇漫画《名侦探柯南》 由于名侦探柯南的定位是少年漫画 所以情节和推理过程相对简单 侦探推理题材又挑战了少年漫画的禁区 当时的业内其实并不看好这部作品 认为这样的题材肯定很快就会完结 青山刚昌自己当时也并没有信息 在后来的采访中坎言柯南的形象设定 他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其实故事开始的设定只是一个随意的结果 然而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 之后的日子 名侦探柯南逐渐成为了日本当时最受欢迎的推理漫画 刚一问世就火遍日本 销量节节暴增 究其根源是因为青山刚昌在《名侦探柯南》中 实现了推理漫画前所未有的创新 除了充满纯真的爱情和友情 青山刚昌也别出心裁地在故事中 为主角设计了众多富有趣味的小道具 相对于今天一沉闷压抑的破案过程 这些充满创意的元素无意为漫画增色不少 而漫画的发行也开始逐渐畅销全球 在至今连载的30年来 总销量已经突破了两亿册 并成为了包含漫画、动画、电影、游戏 周边等众多文创产品在内的重要IP 成为周刊少年桑腿至今30年来 不可或缺的唯一台主 然而尽管《名侦探柯南》这部作品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近年来关于这部漫画的质疑声 也一直不断 比如《名侦探柯南》漫画 至今已经连载了30个年头 然而故事中的时间 却仅仅过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一直长不大的柯南 不仅被网友戏称为万年小学生 更因走到哪儿都发生凶暗的体质 而被视为死神本尊 尤其后期漫画主线推进缓慢 故事不够严谨 牵强附会之处越来越多 甚至在漫画中 男主攻腾心一的官配 开始有异象 由原本的毛利兰 转变为会员哀的时候 在读者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要求完结的呼声甚嚣尘上 作为日本三大老牌周刊杂志之一 小学馆目前的杂志销量也是连年下滑 处境堪忧 发行量最低时曾跌破30万册 能够支撑杂志狗言残喘的作品 几乎只剩下了名侦探柯南 也成为了漫画一直不能完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看名侦探柯南这部作品 在刚开始连载的时候 漫画中深邃的人性挣扎 水平极高的推理悬疑 新兰之间纠结的爱情 无论是主线还是日常事件 都充满着无与伦比的戏剧性 那时的柯南以少年漫画中 不多见的现实主义面貌 毫无疑问地让漫画站在了 当时日本漫画的第一梯队 辉煌的开局曾经让这部漫画 有机会成为日漫史上的经典作品 然而随着漫画连载节奏的拉长 柯南这部作品的质量 在逐渐走向下坡路 除了剧情人设逐渐崩坏 对人性的反思也早已不在 我们看到的是柯南那几乎 可以上天的滑板 毛利叔叔早已被砸成塞子的脖子 小兰可以躲开子弹 打穿墙壁的空手道 还有那早已不再拉风的怪盗积德 对于如今的读者来说 这部漫画或许是一部情怀中的经典 又或许仅仅只是印象中 永恒的小学生柯南 而在我个人的心中 只是应切的希望 柯南在我的有生之年 能够完美的结束